这双岛也就是今天现场直播的第四项的决赛 这边的是达苏奇跟苏克马万 那边呢是久违了的基多跟塞迪亚万 北京奥运会的男双冠军 打了北京奥运会之后呢 有于基多种种原因 跟印尼与邪的一些不同意见 他们俩很久没有出现在超级联赛上了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基多跟塞迪亚万 在这次日本超级联赛的一个进军的历程 昨天在半球赛里面 他们是战胜了自己的队友 阿尔文跟古纳万 然后在八进四的时候 是战胜了韩国的黄泽万 森白泽 十六进八的时候 是战胜了一队跨国的组合 林培雷跟何敬林 中国队一共派出了两队小将去参加 包括分在上半区的孙君杰跟陶家明 非常可惜的 第二轮就第一轮就输给了 刚刚所说的跨国组合 林培雷跟何敬林 首轮出局 还有一队年轻的组合 财标跟张南 也是首轮战胜了中国台北的 上次我们给大家转中国台北公开赛的冠军 陈红林跟林又郎 但是在第二轮里面 就输给了马来西亚的名将 拉蒂夫塔扎里 也就是说中国派出了两队年轻的双打 孙君杰 陶家明 首轮出局 财标张南第二轮止步 这是由于蔡云脚伤复发 在上周的 在长洲举行的大师杯比赛里面的决赛呢 也是蔡云由于受伤七拳 给徐晨跟郭震东拿了一个大师杯的冠军 所以蔡云呢也运用受伤的原因 就没有参加这次的大师杯 没有参加这次的日本超级连赛 男双看起来中国还是在小将接不上来啊 看看达舒奇跟苏克马万的进军 达舒奇跟苏克马万 在半决赛里面是战胜了跨国的组合 06年的世锦赛 冠军白国豪跟吴俊明 哦不是跨国组合了 白国豪跟吴俊明 美国的 但是白国豪是一个越南籍的一个 代表美国队打球 吴俊明以前也是印尼的 这对印尼组合呢 是在巴金寺的时候是战胜了拉蒂夫塔扎里 马来西亚的名将古典杰陈文宏也没有参加 韩国的李隆大正在城也没有参加 所以就给这一对达舒奇 苏克马万冒了出来了 关键基多根塞地二万 是久违了塞场 看看今天怎么样 打舒奇跟舒迪马万了 这个他们在上一年的这个日本超级赛里面 也是拿了第三名 今年已经进入决赛的进了一步了 看上去这对选手啊 比较年轻 比较有朝气 今天要冲击他们的老大哥 基多根塞地二万了 看看他们是有出哪一招了 本来马来西亚的古典杰陈文宏呢 也是有报名 但是退赛了 包括李隆大正在城啊 二号总值跟三号 一号二号都退赛 都退赛了 看看 本来是下半区啊 这个抢手林立的 这两队选手退赛之后呢 这对印尼的年轻组合 冒出来了 他们在打了两场关键的球 一场就是赢了马来西亚的塔扎里跟拉迪夫 一场就是昨天半决赛赢了白国豪跟吴俊明 基多塞地二万在去年北京亚运奥运会呢 是拿了男双的冠军 今年呢只是参加了亚洲锦标赛 他们俩合作又是拿了亚锦赛的冠军 零七年呢 他们也是市井赛的冠军 基多发球 基多身体条件并不高大 才一米六五 一九八十年出生的 他的搭档 一场赛地二万呢就有一米八一 一九也是一九八四年出生的 一晚我们也看到啊 啊 余老师 基多跟 跟这个赛地二万 在场上这种控制能力啊 赛地二万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的 作为一个男子双打的选手呢 他在这方面的技术是相当成熟的 加上基多的那种突击啊 所以他们在呃 当打的时候就前段时间吧 他们没有呃没有一些呃 都经常参加这个国际比赛的时候呢 他们还是这个这个占领了 这个世界男子双打这种优势的地位 我们等会儿在场上也来去欣赏一下 这个赛地二万这种表现 看看基多尽管身高才一米六五 但是他双脚高高跃起 在后场杀球的威力还是挺大的 对 他这种突击能力相当强 这就是基多 刚才是基多一个进攻 又轮到赛地二万一个杀球 北级奥运会上呢 参与富尔峰先赢了 现在看到的马基 基多跟赛地二万赢了 先赢第一局 接着两局就给他们精健老道的 很快就翻盘 结果是看到的 这对印尼组合是拿了北级奥运会的冠军 但是中国南队呢 也是实现了16年来的突破 进入到银牌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哈 因为92年巴塞罗纳 田饼义跟李永波呢 才是一块第三名 所以中国南双啊 其实也是李永波的一块心病 他自己跟田饼义 一个是中兴的副主任总教练 一个是副总教练 两个是打南双出身的 偏偏93年他们执教 熬到现在16年过去了 南双除了傅爱峰 蔡云能拿得出来 其他的几对后背力量 还是有欠成熟 我们看到一个财标 应该是有点希望的 但是总得有个跟他 这个能够配合的 能够拿成绩的队员跟他配 但是找不到这种队员 所以刚刚余老师这种遗憾了 我觉得不单只是余老师的遗憾了 包括李永波跟田饼义啊 他们也有这种遗憾 不单说他是遗憾 是他们的心病 这块心病啊 还没解决好 你看你看韩国队 一步一步上来了 何泰拳 朴柱凤 金东文 李东秀 柳荣成对吧 对对 水手 面了好几队都是很强的 现在来了个李龙双打的奇才 打混双形 打男双形 但是作为这个全世界开展这个羽毛球项目来讲呢 包括中国也好啊 虽然男子双打 这方面呢还是不太如人愿 不太如心意 或者是李老师所说的一块心病 但是如果全部都是中国队掌握了 好像也有点问题啊 还是留下一点点遗憾了 有时候也不是全是坏事 就等于在上个星期在长洲的 我看来看去看到最后 好像不是像国际语联的大师杯比赛 有点像亚洲锦标赛 或者是国内比赛啊 要不是波萨纳打进了决赛 就是全国锦标赛 这也是令国际语联非常为难的一个事情 早两年嘛 亚欧对抗还有得搞一下 现在亚欧跟